妈咯,曾经几年前赵玲就差点嫁给了这个人,不少的演员好像都没有那么一些引起生情的吧,和赵玲搭档的男演员有很多传绯闻的当然也不少,就像陈晓鸣和陈伟婷之间都曾传过,陈伟婷、赵玲两人心间有过合作之后都一直传出绯闻,但是后来两个人更是公开表示彼此之间只是江湖的好朋友而已,虽然两个人在一起同框配音人传的最多,想必还是黎峰、赵玲了吧,两个人在发布会上更是亲密互动让人纷纷之一。 网友和粉丝们都在质疑两个人是不是以情思相差一起未公开呢,但是赵玲真正承认公开过得好像就只有陈晓了吧,当时两个人也会一致的被大家所看好的说,赵玲与陈晓的最初结缘是因为入身传奇,两个人曾在某综艺节目中甜蜜互动节目中接吻台下牵手,点燃一步相恋的样子,不久之后两个人面前往赵玲和陈晓更加光明正大了,一同出席节目局只动作亲密无间,陈晓因为生性爱玩儿与赵玲打打妈妈妈纷纷和和好多次,在陈晓搭档 陈晓突然神雕降绿的时候,陈晓似乎与陈晓走得太近,擦出火花,赵玲知道以后错一大发十分生气,两个人的爱情也走到了心头,不久之后陈晓、陈晓、陈晓大婚,如今陈晓还有了自己的儿子,第三人和哥美美让人好不羡慕,赵玲虽然没有门阁,陈晓走到最后,现在她也是越来越漂亮了,不但就对人开上去气质好,虽然现在赵玲还是突然,